VBS 讓你趕緊唱個這件事 大家好,我是你們今天是影片的老師李歐 大家好,我是Toby,老師好久不見啦 我們這個組合真的是百年難得一見耶 很難啦,大家時間比較忙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幹一件事就是 校園歌神突擊隊 校園歌神突擊隊 對,我們要把我們的處長升入到校園裡面去 去找尋在校園裡面有沒有成為歌手潛質的同學 然後我們會送他歌 送課是不是 對,要來送了 這很棒耶 要來送課了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這個學校是中國文化大學 就是它的位置應該就是在陽明山附近吧 有沒有記錯的話是嗎 風很大的一個大學 容易感冒的一個大學 對,而且上下學有時候你下課啊 太努力讀書太晚回家就很容易遇到 飄啊,對對對對對 這個是台北非常有名的鬼故事的一個大學 對,沒錯 所以任何的那個社團啊 或者是大學的同學想要我們突擊你的話 或是讓我們深入了解你們 是不是有這種有潛力的歌手的話 拜託可以留言給我們 或寫信給我們 或是在評論區都可以齁 聯繫我們 不光只是在台北的地區喔 我們在北京啊 我們在上海 我們在廣州我們在各個城市都有可能去實踐這個企劃 綠島藍瑜也可以嗎 綠島如果有大學的話當然也是可以 想說是真集 還是我們要變成是更生人歌神突擊隊 總之就是如果有自己覺得自己唱得很棒的同學們 一定趕快拜託趕快來幫我們評下 真的是 對啊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一起來看看 我們當天喔 在中國文化大學突擊他們的結果囉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VBS讓你搞懂唱歌這件事 今天呢是我們新的企劃 我們教員歌神組 這是Lulu嗎 文化大學 是Lulu Lulu Lulu來到了文化大學 沒有啦,她是我們櫃檯啦 妮妮啦 喔 我們也有跟華岡吉他社的同學 風很大喔 一個小小的交流 那我們就會把今天這所有的 同學唱歌的素材帶回去 給我們VBS的老師做reaction 然後最後會票選出一位同學 送他們免費的歌唱課程一堂喔 那我們就走吧 我們今天來到了文化大學華岡吉他社 我左手邊的這位就是 我們第五十五屆的吉他社長 名字是 社長喔 我其實也是吉他社的老學姐 但你應該不知道 我大概會去搬黨笨 喔 黨笨 好懷念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突擊看 吉他社喜歡唱歌的人 有沒有埋伏在跳 吉他社喜歡唱歌 是不是通常都會比較 小清新那種路線 喔真的嗎 這以上有可能 當初加入吉他社是因為 但是印象中是喔 買了一把吉他 我想說 好 欸她說她媽買了吉他就要學吉他 那她媽買提他就要學吉他嗎 唱這件事情是靠天分 還是靠後天學的 你覺得哪個比例 欸這個這個題目 這題好難喔 我覺得後天的練習會比較 我覺得是後天練習 唉唷 待會兒來聽她看 她唱了什麼 我有去查了一下 你們的頻道看一些影片 因為我現在 就該看的好不好 特別要去才查 張惠妹的那個歌 然後還有什麼 頭獎跟我母親 然後什麼高音的部分 然後剖析的那麼 那麼詳細 那我有點嚇到 然後是 嚇到 喔 歌唱班中 嚇爛 嚇爛 歌唱教室這樣 嗯 OK 那等一下會表演嗎 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歌 這樣可以學 看起來應該是喔 看她的反應 那我們等一下 就來聽聽看文化大學吉他社 就是大家唱歌的感覺怎麼樣 然後大家就輕鬆 天啊 他們好緊張的感覺 是不是要被 好期待 第一位 同學學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叫徐千雅 那你在吉他社裡面擔任的幹部是 我是活動長跟唱教 歌唱教學在這邊 超唱歌的 我們說你們燕歌的時候是 你在幫同學們看 適不適合上台演出 有她的服裝 很適合唱教 對啊就是 唱跳 很像唱教 如果她們都沒什麼問題的話 我會建議她們 要怎麼去 好這很棒耶 那個情感詮釋 情感的 告訴她怎樣會可以更好 那你平常自己是 怎麼樣練習唱歌的 沒什麼在練習 沒什麼在練習 好轉 沒有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妳因為唱歌曲 也是 本身就是 本身就很會唱 但是我現在比較常唱流行 但你都喜歡聽哪些歌曲 我喜歡聽 南希肯 然後 Vancent Haze 最英雄 南希肯人 OK 完了 這是不是有點在勾 愛唱歌的人 但沒有 不知道 我覺得我要去補一下 我也要去聽一下 孤獨的忠 我知道 吻芳我知道了 孤獨的狀況 讓我們相互以為著 因為彼此的感受 其實不能擁有 聲音很好聽喔 孤獨的狀況 所以相聚了 它整個計畫就走孤芳的路線喔 我覺得很適合它 孤獨的狀況 那個 狀況 喔 這個 我覺得它選歌選得很好耶 對 我覺得它選歌選得很好 而且它完全抓住了 自己的一些發聲上面的一些優勢 比如說它的空間的感覺 如果會比較小的話 它確實就比較適合唱這種比較 寧男的感覺 是 我也覺得 而且這種口氣我覺得就是 包括它整個形象 我覺得也很適合 這種年紀 然後這種小女生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就是 整個呈現出來的感覺就很棒 我覺得可以更好的地方應該是 就是這種彈唱組合 感覺應該要讓 唱的人應該要再出來一點 就是感覺他們兩個人有一點 沒有一個人好像誰是 Leading這種感覺 感覺唱的人可以Leading出來一些 感覺這個表演會更完整 那我覺得已經很棒了 對對對 這其實不錯 那好 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看第二位選手 第一位就這麼強 好 那第二位咧 同學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叫陳玉辰 這不是剛彈吉他那個嗎 那你是擔任 我是腹射兼吉他教室 還有美學 腹射啦 就剛彈吉他那個 你有特別喜歡聽什麼樣的歌嗎 比較喜歡聽樂團的歌 哦 樂團 貝克小姐 那你喜歡的歌手 都是新的 沒聽過 都是新的啦 送我去補習 拜託 學很久了嗎 算有點 哦 他還在學唱歌 那你覺得你 從還沒學唱歌到 現在你覺得 改變最大的部分是什麼 音準 音準 那曾經有就是 對 發聲對了 其實音準就會比較容易精準一些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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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 唱歌 唱歌 追女生 沒有 他可能是追男生 沒有嗎 哦 不亂講 不在不在 不在現場 對 好 那等一下想要唱什麼歌 唱胡凱兒的煙影 哦 胡凱兒的煙影 你笑了成端的年華放生 在等了無後 這種就是典型吉他社的男生 男生 自然自嘲的感覺 小青心感 哦 哦 你看他腳夾的好緊 哦 手也按得很緊 不影響呼吸 我覺得他那個空氣跟那個 哦 的搭配感就是 快到快到 還沒有很漂亮 一人都像是以為神的愚蠢 才懷疑起了 才懷疑不會的天真 確實音準蠻穩的 那些心 可以想像 他說他是之後有變好嘛 對 對 你知道失去了 嗯 我唱上感覺應該是最重要的女生哦 嗯 就是 女生會喜歡這種 男生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他聽下來的話 其實是唱得不錯的耶 可是我覺得他在音量的計畫的那個動態上面 是不是可以再多一點點什麼 這樣表現的感覺好像 還有很多事情他可以做啦 可是不知道朋友是不是想要求聞 所以不太敢再做太多的東西嗎 啊就是要唱得比較安全的意思對不對 對可能吧 我的感覺是 想要唱得先比較穩一點 所以感覺 音色的變化也好 或是音量的 剛剛說的音量的計畫也好 少了一點 就覺得感覺如果多了一些的話 我覺得這個呈現應該也會是很棒的 對沒錯沒錯 同學請問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叫彥珍 我們在吉他社是 公關長 跟行政 很喜歡唱歌 他每一個人都今天好多工作 今天要自彈自彈 你自彈自唱很久了嗎 沒有 只會一點點就是看簡單的和弦 然後彈講 那你有學過唱歌嗎 一點點啊 所以出去外面教室學嗎 也是在社團講 那你覺得 學唱歌之後有什麼特別的改變嗎 我覺得沒有 因為我沒有學很久 因為你沒有找對老師 好誠實喔 沒有特別的感覺 你想唱什麼歌 很美味的一首歌 很美味的一首歌 可是他的傳名就是很美味的 好 那你平常喜歡聽什麼樣的歌手或樂團歌嗎 沒有特別喜歡 沒有特別喜歡 對 就是 沒有特別喜歡喔 他盤腿耶 他比剛剛那個更 很Chill 很Chill 放鬆這樣子 其實 下盤的那個動作其實蠻影響你的核心發力的 欸他這個其實他蠻厲害的 在那麼小的一個椅子上面可以盤腿 壞 完了 他說完了 很可愛 這個同學是不是有一點點 什麼什麼 怎麼樣你想說什麼 我想很好奇 我想就是感覺他好像唱得好像沒有 很投入嗎 對很投入 對 我覺得有點嬌羞啦 有點害羞 太害羞了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有攝影機在拍 還有沒有攝影機在拍 其實真的差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特別 特別對他們經驗 可能不是很夠的人來說 沒有啊 他如果害羞他怎麼會在這個moment盤腿 他那就是一個安全 安全感的展示 好啦好啦我們現在來聽下一個 OK 那我們的社長現在要來唱歌了 那你要唱什麼歌呢 我要唱貝克小姐新出的新歌 你不必那麼堅強 你有男朋友嗎 我沒有 我沒有啊 所以你才需要自己堅強起來嗎 那會唱歌的男生有加分嗎 有 那要真有一下 那要什麼條件 趕快來學唱歌男生們 就是溫柔就好 溫柔就好 溫柔 我喜歡溫柔男喔 比我高就好 比你高就好 我自己也沒有很高 比你高就好 你喜歡什麼歌手或什麼 我也很喜歡VH 貝克小姐 他們喜歡的人也很像喔 你不必那麼堅強 想哭的時候 就放聲哭吧 哭過了以後 想哭就會治癒了吧 那節目組是沒有經費給他們準備伴奏嗎 好突然喔 對啊 欸等一下 等一下 他沒有伴奏的情況底下也沒有吉他 他這樣唱起來應該很沒有感覺吧 他自己應該也覺得很乾哪 我覺得可能沒有伴奏對他來講 有個難處是音可能會有點飄來飄去的 音準是不是有一點 對音準就會有點比較 因為沒有參照物 其實大家在唱歌都要注意就是 伴奏最影響什麼 就是你對Key嘛 你在哪個Key上面 這很重要 然後第二個就是 伴奏也會給你一個 因為有樂器 也會給你的這個叫做韻律感 哪裡要大聲哪裡要小聲 這件事情 多一點點的一些脈絡可以去找到 提示 不然你輕唱的話很容易 如果你自己不知道你的那個 演唱計畫裡面要做什麼的話 會有點空 像剛剛那個社長就有一點略空喔 好可惜 要是偏向音樂想要聽聽看會掌聲 對因為他聲音其實 本質上面發聲其實是蠻好的 聲音是好的 好來節目組自己檢討一下喔 那個經費給他播一下 播下半奏好不好 好下一位啦 下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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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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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欸 最近比較喜歡聽 一定有是那個是不是 有時候會聽 欸 謝伯安欸 謝伯安喔 最近有聽失蹤人口 有學過唱歌嗎 失蹤人口喔 沒有 他自己在家裡唱歌而已 沒有 沒有 好久沒有了 很久 他說他很久沒有交女朋友了啦 怎麼會這樣 對啊 那個給被世界吞噬的 那有上任何歌被你先聽過嗎 也沒有 沒有人可以給我唱 那你都怎麼追不上 我不主動追求的 真的假的 對啊 所以你就等別人來追你 對啊 那你要怎麼吸引他過來追你 看鞋卡吧 我好厲害我好壯這樣 沒有啦 我也不知道怎麼吸引 就喜歡我自然會喜歡我 欸是我們以後來做一個追尼有節目好了 頭髮是藍色的 我很喜歡 頭髮是藍色的 就是 很特定欸 髮尾是藍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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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短髮 對他 對不起 這什麼要這樣分開填詞 我們待會可以扣到謝博安 對 誰說個給你 被世界吞噬的你 哦 嗯 親愛的沒有關係 有一天 我們會離開這 哦 哦 太誠懇了 他有一點就是發力有點歪掉 可是感覺是有想法的 欸不是啊我還是覺得沒有伴奏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會影響你自身的很多表現 我覺得清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實 對 因為其實清唱還是要有一點 是不是要幻想自己有伴奏在 完全要 欸頭髮老師你又遇過那種比賽要求一定要清唱的嗎 我有遇過所以其實很難喔 所以大家很容易就才沒有唱到副歌就被 叮下台謝謝 因為他馬上就可以撤出 你這個人對於整個場控還有整個Vocal 自己的Vocal了不了解 非常清楚的就是大辣辣就塞在太陽底下 其實很快被叮所以很正常的 如果你沒有先想好你要怎麼去唱它 你要怎麼呼承 對啊 所以其實真的難度很高欸 對清唱難度高 好我們就下一位 好走 好 來這位同學請問你是 叫什麼名字呢 我是 彥柔 彥柔 彩物 什麼 我是彩物 很會酸 好那你今天要唱什麼歌 慢了 哦 慢了 他們剛剛是這樣講 剛剛是被點歌的 怎麼先紙熱的卻先變冷了 慢熱的卻聽不了還在沸騰著 看時光人心快跑碎依舊轉折 慢了的人啊 會自我折磨 衝動的人上來聽不見忘了 怎麼會想聽他唱白安的歌啊 這世界大的讓你能不能有 浪漫讓你溫柔 也讓你溫柔 有救回來了 沒啦 等一下 都來不及講就沒了 那剛剛那個同學你覺得唱怎樣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音準也有蠻大的問題的 就是也是飄的 都是唱起來都是飄飄的 對可是我覺得他的發聲上面 他那個喉嚨的那個阻力的製造 感覺不是很夠 鼻音可能會有點重 是不是會有點 啊 啊 唱著會有點自動感覺 所以你剛剛是有點白安的感覺 對我想說他很適合他那個 817 感覺他會很搭那個唱法 我就覺得 耶 同學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聲音也是好聽的啦 聲音是好聽 他們的聲音其實都是好聽的聲音 對聲音是好聽聲音是好聽的 好啦 那所以以上我們看完今天有 有剪出來的六位同學 特別老師你有沒有 心裡面的心有所屬了嗎 我大概有了一點答案 你為什麼直直呼呼的 我想說 不能太肯定 沉默不語的感覺 要給一下這種 我有想過 沒有我懂啦 因為其實裡面的選手太多的 都是沒有音樂的情況底下 沒有伴奏的情況底下在唱 所以其實可能呈現上 我們會比較難去判斷說 有沒有那個樂感上面的感覺 到底是什麼 對因為其實真的是 同學們在唱這個的時候 有音樂還沒音樂 其實那個落差感 其實真的蠻大的 我覺得甚至你也許可以去 選擇一個比較適合自己的Key去彈 如果說他覺得原版的伴奏 不是他適合唱的Key的話 對 你可以自己去試著 找來一個適合自己的Key去彈 那我覺得有音樂搭配上的話 整體分數一定還是比較高的 我其實心裡面有所屬 但是我想對比一下 不然我再回放一下 我們再決定好了 好啊 A few minutes later 好 Toby老師 我們現在一二數到三 我們比出 心有所屬的那個選手的號碼 好不好 好的 好來 一二三 這黃沒手 對啦 我們兩個都心有所屬 就是一號同學啦 是 Toby老師你先講一下 一號同學 你有什麼 覺得他很棒的地方 然後並且在未來的課程當中 你有什麼想要調整的嗎 我覺得 就他不愧是他們社團 要說他是教唱的對不對 就是他是負責教大家唱歌 然後負責驗收大家唱歌 我覺得他自己的能力 就已經很棒的地方是 他的音準也好 或者說他的整個對音樂性的上面的掌控 我覺得是比其他同學更流暢 然後聽完首歌不會讓我 就是中間會突然覺得 欸哪裡怪怪的 或是覺得哪裡有問題 表演起來是非常完整的 了解 我也是覺得他的表演比較完整 但是我就是缺了一些些 可以再更發揮的更多的地方 例如說他的主抗的力度 可以有一些調整 主抗就會反映在那個 音量的大小上面的控制靈活度上 那其實大部分人 如果覺得自己唱歌的感覺 比較不夠的話 沒有什麼感情的話 其實通常都是在音量上面的計畫 如果可以給他更多的計畫的內容 有音量的大小的改變 再豐富一些的話 其實未來應該聽起來 就會再更往下一個層級去 其實說真的 今天其他的 除了一號同學以外的 其他同學感覺 就是略顯太羞一點點 然後可能 青澀 比較青澀一點 對就是在聲音的使用上面 也是稍微比較嫩一點點啦 然後如果說能夠帶一些練習的話 我相信其他同學也會不錯 好啦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個地方 那假如各位同學們 同學們喔 你有覺得 你自己的歌唱實力 歌唱實力可以秒殺中國文化大學的同學 我們歡迎你 趕快來報名 對 你只要認為說 你們這個校園裡面有非常多的高手啊 都可以聯繫我們 我們這個企劃就會把我們的觸角 升到你們的學校裡面去 對 好期待喔 校園高手一定很多喔 對 這是個開始而已 所以VBS讓你搞懂唱歌這件事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那我們今天校園歌神出擊隊的任務 就到此結束了 那我們社長有在想什麼宣傳的事情嗎 那12月19號 會有我們的節目是在屬校裡面 大家都可以在一起 大家快來見 VBS讓你搞懂唱歌這件事 第55屆華鋼吉他社 突擊成功 GO 歡迎幫我們的影片按讚訂閱加分享 給你所有朋友 會不會想要當歌唱老師 不會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不想學樂理 妳不想學樂理 我要回家當家庭主持